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向赵伦昨二十日出席中共十九大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记者会,他认为运用中华文化来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良好,当被问及台湾一系列的去中国化行为时,他称早晚会解决的空洞的回应提问。 综合媒体报道,向赵伦正要字记者会上离席时,被台湾媒体问及未来将如何运用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他表示,目前两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非常深入的合作,台湾手工艺人和民间表演艺术人士经常受邀到中国,中国也安排手工艺人到台湾交流。 未来深化合作的前景很好,但被问及在中国强调中华文化之际,台湾有一系列被认为是去中国化反中国化的行为时,向赵伦仅回答这个问题早晚会解决的。 为多作表示,向赵伦曾任中国前总理文贾宝办公室主任,也于2013年11月到访过台湾出席2013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展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